台湾目前的养鸡业正笼罩在禽流感的风暴中 面对一连串的食安风暴 台湾已经有业者思考 如何从饲料以及饲养的方式中 让鸡汁可以更健康 也更保障消费者吃的安全 下面的新闻就带您看到云林养殖业者的用心 每一只鸡都看起来生气勃勃 面对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业者现在希望能开创出一条无毒有机的养殖方法 而且还能够兼顾到环保与生态 让我们鸡吃这么天然的食材呢 就是因为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鸡能更健康 然后它所排出来的粪便 最后也能制作为有机的肥料 然后再去利用 而且也不会污染到土壤 看看天然的食材饲料有什么 酒糟 地米角 还有细心搅碎的蒜头 面对台湾最近正笼罩在禽流感的风暴中 老板仍然坚持不施打疫苗 饲料也不添加任何药物 一般的话没有人道对人道的饲养它 它空气闷 它会感染 因为我的机室自然开饭 它每天就是要跑步运动 天然健康 人道对待 尽管高成本 不过这样的经营方式 秉持良心的林郑武 仍然继续默默坚持 新品牌是张又林 陈一文 腾云林 仔细地毫尽